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觉得这个线头它有点松散 所以我就拿打火机烧了一下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凯夫拉线是防火的 果然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么既然它防火 那我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把它来替换掉没有打火机的灯芯呢 那么既然有了想法 咱们玩起袖子 立马干 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粗暴 也就是直接把这根线给捅进洞里面 看看行不行 结果呢发觉不行啊 这个线呢太粗了 毕竟也不是准备拿来当灯芯的嘛 所以说呢这个想法就失败了 那么既然这个线太粗 那么我就在想着 把这里面那么多鼓 我抽几鼓出来 然后顺便把原来那个灯芯里面的铜线也抽出来 然后编一块 那么是不是效果会好一点呢 当然 因为如果这个鼓数抽了太多的话 编起来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这个线 这个鼓之间还是属于很细的那种纤维啊 所以说我就抽了四鼓出来 先试试看啊 编呢确实不是很好编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毕竟有铜线在啊 然后固定在一起 总算还是大差不差的编出点样子来了 但是很可惜的呢 就是编出来的线因为它只有四鼓嘛 虽然说加了四根铜线 但是呢还是太细了 所以呢这次还是失败的 那么既然很方便的可以把鼓数给抽出来 那么我想想在原来很粗的这根线上面 我稍微抽掉几鼓 那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呢 那么铜线呢 基本上还是要绑一下的啊 嗯 自然了 也就不绑的那么讲究了 毕竟是自己用嘛 要什么自行车啊 虽然说感觉上这个线的粗性好像应该差不多了啊 但是呢现在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线头怎么去插到那个洞里面去呢 然后我试了好几种方法 一开始我就想着先拿这个铜线看看能不能把它给前面那个地方给绑起来绑的细一点 结果发现好像不行 因为这个线的粗细现在和这个动的大小差不多啊 然后呢我就想 哎我用玻璃胶 我把这个线头的地方稍微的包一下 那么它不就变得坚硬了吗 哎这样的话哎插起来就很方便 然后前面拔起来也很方便 虽然也算是一顿辛苦操作吧 那不管怎么说啊 看上去哎 还是有点效果的啊 好像就成功了哎 哎呀但是发现 胶带全都卡在了这个洞的后面 所以呢这次也是失败的 我们到这里我就只能系上我的大杀器了 也就是热胶枪啊 既然这个凯弗拉是防火的 那么它在这个热胶枪的枪头烫的地方 随便搁多久都没有关系哎 所以说呢就可以让这个硅胶啊 比较好的渗透进去 然后尽量的呢把这个头搓的细一点 那整个过程还是比较辛苦的啊 而且因为手机的这个存储空间没有了 所以呢最后成功画面竟然没有拍下来 不管怎么说哎 改造打火机灯芯的这个想法呢 还是成功了 那么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还请投币点赞加转发 还请投币点赞加转发 请请准备和含献